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今晚又開始我們的網上的查經討論會 希望能夠幫到大家去思考經文 我們的主題仍然是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怎樣我們自己成為一個人,有力量去幫助人的靈命 我們首先是講我們本人的力量,然後我們先講到方法的 而我們剛剛說明物人的罪性和軟弱,就不被人影響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件事呢?原因是這樣 因為當我們幫助人的時候,是很多時候會撞板的,有困難的 因為有很多人未必很接受的,他們也有很多個人問題 這樣就加上我們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當我們幫助人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處理我們本人的問題 讓我們的情緒和和人溝通的方法,不會成為一個難助 如果我們幫助人,但是我們有情緒 我們都睜睜睜睜,我們看到人不好,我們又很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很容易被魔鬼留地步 所做的事帶來很大的破壞,就是人會攻擊 即使有时,我们前一堂都有人说到,很多人有时帮人的时候,或者教会遇到很多困难 那我想说呢,我自己都遇到很多困难的,但如果我因为他们的困难而我有情绪呢 那就会困难了,就是我就不会,我不会能够发挥得多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给神用呢,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明白自己的罪性情 我们明白对方的罪性情,明白人很难改变的地方 那我们才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姓 那所以我们昨天和今天都讲到,关于明白人的罪性 我们看到人的罪性的时候,看到人很容易发脾气啊,很难帮啊,很多要求啊 总是经常被情绪困扰啊,或者很多要求人怎样对他好啊 那有时,或者攻击回我们,就会令到我们自己都失望啊 那如果我作为牧师,我有一天说,哎呀,我现在很失望啊,我不想讲到啊,我走了 那我以前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呢,他跟我合作的时候呢 他每次一讲到呢,他就那天早上就告诉我 他说呢,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你今天讲到吧 因为他家里有很多问题啊,那我起初不知道 那那些问题呢,令到他不能够,一到讲到他就不做了 那但是他今天,他都依然讲到的,不过在当时来讲呢 他是很,就是他里面,处理不了啊,他家庭的问题,他处理不了 所以呢,他就时时都没力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帮人的时候呢 是需要去小心,留意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也都明白人的罪性情,我们就不给人影响了 我们就靠耶稣站得稳,靠耶稣呢,是不给人影响 并且呢,就算有人已经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的心都放手啊,就是我们不去那么介意啊 我们接受人是有罪性的 那今晚我们看的经文呢,就是在D 我传了给你那个资料里的D 然后呢,就是第四点,人人都有罪性情 所以容易犯罪和难以成长啊 就是有时候帮人,啊,为什么帮都不成长呢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方法 我们怎样能够帮到人成长呢,是有方法的 是有方法,那当然一定是那个人肯被神改变啊 就是,有些人我们帮他,很短时间就很大的提升了 那因为呢,他有心啊,他也肯处理生命 这样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很大提升 但是有时候我们帮那些人呢,哇,很难帮 帮来帮去,他也是反反复复 很多情绪,很多罪的问题 有些人也是在賭癮、毒癮、喝酒、人際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反反覆覆 因為他的生命是沒有處理好的 所以我們首先處理好自己 然後處理人的問題 羅馬斯七章二十三節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腦去 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這裏是講到原來基督徒 我們裏面有一個犯罪的律 有一個犯罪的聖情 在我們裏面有一個犯罪的聖情 它會時時令我們發脾氣 會低沉 有些人我在幫助他 其中有一個人他告訴我 他有時有些很強迫性的思想出現 他就覺得很失望 很不開心 我說其實我了解 原來他也有很長時間有這個問題 我就嘗試幫他去面對處理這件事 我第一件事告訴他 你接受你已經有這麼長時間有這個問題 不要因為這個問題而反彈 就是說 我又失敗了 我又失敗了 雖然我們要明白這個是不好的事 就是有些罪的意念 或者有些不好的念頭 在我們心中出現 是不好的事 但是有些人一出現 馬上說 哎呀我又失敗了 我又被魔鬼留地步了 我又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哎呀我好不行啊 他這個反應 反而是很大的破壞 我是鼓勵人去處理的 不過那個方法 我現在講一講 當我們有罪聖情的時候 我們怎樣處理 因為我們幫人 如果我們的罪聖情控制我們 我們沒有力量幫人的 我們怎樣可以處理 我們的罪聖情呢 因為我們發覺 自己會彈出來的一些罪的意念 即使我這樣 我跟神關係很好 我都發覺 有時候內中就會有一些意念出來 就會覺得 哎呀那些人很難搞啊 或者聽了一些人講某個人的問題 有時候覺得一種煩的感覺 或者就是自己忽然間會覺得一種悶的感覺 其實在我來說是很少的 如果跟很多人比較是很少的 但是我內中都會出現的 那我出現的時候 我就不會去打自己 哎呀你又想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不會這樣的 我只是說 神是愛我的 神是體重我的 我走神的路 神一定會歡喜的 我立刻用屬神的意念取代 那如果那些是罪的意念 我立刻求主赦免 然後我立刻用屬神的意念取代 就不要 哇我有個罪意念 真的很差很慘啊 我現在真的跌倒 我整天跌倒 有些人跟我說 哎呀我整天跌倒 我整天都沒有力的 他很比那個 就是他有這個罪性情影響得很大 那我們需要學習就是說 我們接受我們有這個罪性情 不代表我接受他繼續控制我 我接受 我立刻求主赦免呢 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靠主去處理 就可以了 就不要像 哎呀我又輸了 我又死了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整天都軟弱的了 那就反而破壞性就越大 那如果我們留意到自己 有種罪的意念 我們就說 這個呢 是不好的 我求主赦免 然後呢 求主給我力量 我怎樣去選擇 有一個正確的意念 去取代他 譬如說 哎呀那些人很煩啊 幫不了啊 那我們用什麼正確意念 取代他呢 不如大家說 給你回應一下 譬如呢 我們幫一個人 幫都幫不了 於是我們的心中有些煩亂了 不開心了 那是那個人有問題先 不過我們受影響我們煩亂了 我們有些失望了 有些想放棄了 這個就是我們本身的軟弱和罪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不如你們說一下 等你們思想一下 怎樣處理好不好 有沒有人想說呢 是的 想分享一下 有時候呢 很想幫一些姐妹的 但是 有時候 他們未必那麼容易處理的嘛 還有他們會 有些 有個依賴性 就是他們經常都想找你 那我就覺得 要教他們去 對 就是他們自己都要找神 除了找人之外 教他們親近神 去回神那裡 自己呢 有時候都會 有時候都會 幫幫一下自己都有一些 覺得 給他們 影響回頭 就是覺得很煩 去到那時候呢 就是提自己要去回神 自己都要去回神那裡得力 雖然幫人的同時 都要在神那裡知取力量 親近回神 有時候要放下他們一會兒 就是 昨天都很感恩 有個機會 有些弟兄姐妹帶我去退休 安靜一下 就把要服侍的人 放下 放下 一會兒 就是自己和神 獨處一下 等自己都先充電 是的 好 就是讓神 愛 就是提自己 神都很愛我 都很關心我 就是 除了照顧人之外 都照顧自己的情緒 是的 嗯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主 是 那就是說呢 你都 記得 就是說 留意到 我有這個 意念 給他影響 你知道不好 是吧 那所以呢 你就會說 我不要給這個意念 繼續影響 而你呢 又會找神去充電 去親近神 讓你得力 是吧 是啊 就是提自己 都要把個人交給神 是神改變 不是我 我就盡力去關心他 嗯 多謝你 多謝 剛剛這位姐妹 是 在我們的群體 去了英國的 我 都很開心 在這裡聽到她的聲音 OK 那 就是在事奉中 我們都很容易會被 打殘的 就因為我們裡面的罪性情 和人的罪性情 但是我們知覺 我們不是 完美的 我們總有罪性的 我有一些罪的意念 不是 代表我倒了 我立刻就處理了 那 就是我都見過有些人呢 他一 一有些事情 一想錯 一做錯 他立刻會 很大的反應 哎呀 我又壞了 我又什麼 我又想了些不好 我又說錯話了 這樣就很大反應了 反而那個變成了 將那時候誇大了 所以我們知覺 我們的罪性情 但是 知覺的罪性情 我們不將它誇大 同時我們知道 它有破壞性了 那我又說另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呢 也有時候 有些人找我幫助他 那他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曾經在事奉中 給一些人呢 很高壓的方法 令到他很辛苦 有一些很高壓的方法 那其實那些人呢 就是那個方法 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 那是要求人做很多很多事情 還有經常告訴他 你做得不夠好 給他很大的壓力 要做做做做做做這樣 那這個就是說呢 也都是有時候人的那個控制性 影響他 他雖然是侍奉 但是他的方法呢 是令到周圍的人呢 是很受壓力 不是一個對公那樣的 而是好像勞工 好像勞工那樣 就是令到那些人呢 做的侍奉的時候呢 很大的壓力 耶穌是想我們侍奉的時候 是有平安喜樂的 耶穌說 我騙是容易 我淡只是輕散 因為我會幫你們的 所以呢 我們侍奉的時候 是不需要有壓力 但是我們會盡量做得好 都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們就是為了追求結果 是很盡量用壓力的方法 這個也都不是神的方法 那就會有時候 就是一個不好的管理方法 令到周圍的人都會有很多猛症啊 很多壓力啊 這個也都是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罪性的一種傾向就是控制人 強迫人的時候呢 也都帶來一些不好的後果了 所以我們知覺 罪性可以在這個群體裡面呢 做很多事情 也都有時候有些群體呢 就是在一些罪的控制之下 比如說 那些人對於神的事沒有什麼興趣的 不關心神的事的 犯罪不覺得重要的 聊天的時候呢 都是講到一些很熟肉體的事情 而不覺得有問題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會看到的事情 那我們都去判斷了 比如我們侍奉的群體 我們發覺他們犯罪呢 覺得很有問題的 那我不能夠一下子 就很強硬的去指責他們 他們不會受落的 那我需要有智慧了 我知覺原來他們被這個罪性情影響得很厲害 那我們就逐步去幫助他們了 讓他們知道 罪性情犯罪是有破壞性的 那神是很愛我們的 耶穌說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就是說他們在這個罪和軟弱之中呢 其實會造成他人際關係有問題 各樣的問題 就是他情緒會有問題 和神的關係有問題 那你們想不想能夠得蒙神的喜悅 在神的關係有喜樂有平安呢 當人有聖靈呢 他聽到他說呢 他會喚醒的 他說是呀是呀 我有軟弱啊 我有軟弱 我有罪性啊 那我怎麼可以改呢 那時候我就可以提他了 那神給我一些方法怎麼處理罪呢 就是這個德性五部曲 我知覺罪的破壞性 我留意到 咦我有這個容易發脾氣啊 容易低沉啊 容易輕看神啊 那這些有破壞性的 於是呢 第一留意到自己的罪 第二就是深信有破壞性 第三就是聖經教我們怎麼做 然後呢 聖經教我們 有喜樂平安啦 不要擔心沒有憂慮啦 啊 神會幫助我們啦 我們依靠神 不需要擔心憂慮的 那然後呢 就 神也都 加力量給我們的 祝福凡是聽他說的 所以我們不用用壓力的方法的 那 這個是聖經教導啦 第三點 第四呢就是親祈禱 求神赦免 還有給我力量 主要求你幫助他們 就是帶領他們去祈禱啦 我們現在有些軟弱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賜給我們的動力 那我就選擇了 很重點 有一點就是處理罪啦 處理罪性情就是 我選擇 當我有這個罪的時候 我不是發猛狂的罵自己 我求耶穌赦免 然後跟著我選擇 本來我是低沉的 我選擇想神的美好 我選擇想神的愛 於是我的人就會平安喜樂 那我就會 逐步去處理我的低沉煩惱啦 譬如說那個人是 在情慾裡面 經常想起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些情慾控制他的 那他就深信 那些情慾是有破壞性的 我越是留在情慾 我就越整個生命會破壞 那我選擇去想 熟神的東西 聖結的東西 我聽神說 神就會祝福我的生命 那有很多在情慾裡面的人 其實他們是很孤單啦 有很多在最終的人 因為他們很孤單 那所以呢 他們需要有支持啦 就是去幫助他們 互相支持 一起討告 就不是支持一起犯罪 而是支持 當有人有罪的時候 有軟弱的時候 一起為他討告 關心他 這樣呢 這個群體就可以逐步的 脫離這些聖性情的 控制 我們總會有聖性情的出現 但是我們不讓他控制 我們是逐步逐步靠耶穌去得勝 或者他容易罵人的 那怎樣處理到容易罵人的罪呢 罵人問一下他 你覺得罵人是不是 令到你和人關係有什麼影響啊 那他都懂得說 人際關係都不好 那你想想改變呢 他想改變了 那你知道破壞性了 那我們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給我們力量 然後我們就會說 我怎樣解決這個憤怒的問題呢 因為人們為什麼會憤怒呢 因為有些事情不滿 有些事情不喜歡 那樣東西需要化解的 譬如他見到人不好 他就很生氣了 那些人這麼壞的 那些人是這樣的 那 但是生氣是不是會解決呢 我們能不能夠接受這個世界上的人 他們其實都有他們的問題 我們生氣是解決不了的 是反而令到我們更加軟弱的 那我們就靠耶穌接受 有些人他改變不了 是我們自己改變 那處理憤怒一定是從內心處理 讓他知道根本 生氣是沒有作用的 生氣是不會幫到自己 又幫不到人的 於是我們就靠耶穌說 我可以在神裡面有平安 有興省 就處理那個怒氣了 OK 那我先講到這個罪性情 就是在我們自己身上的罪性情 以及在我們幫助的人 他們身上的罪性情 對他們的影響 那我說了這些 你們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分享 關於處理自己和別人的罪性情 這件事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 或者你覺得難不難 或者你分享你怎樣 曾經得性 那我再簡單分享 就是我自己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是很大的動力去處理一切的罪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覺 經歷聖靈之後 是很有能力做到很多幫助很多人 那我以往呢 有時候犯罪就覺得 哎 神會赦免的了 那就容許自己犯了一些罪 但是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發覺 我真的為人祈禱很大的幫助 我就不想任何的罪影響我 那然後呢 我就 所有的罪的意念 盡量盡量 靠耶穌 盡量在幾秒鐘立刻處理 就是有不好的意念 立刻處理 有人傷害我 我立刻在他心中 不是帶著憤怒的 是和平的處理 不讓他影響 那這個就是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是 所有的罪 我都盡快去處理 這個是我 很大的改變 很大的動力 就是因為我看到 我的生命可以怎樣給神使用 那我就也看到有方法 就是親近神真的有力量 那我就去處理我所有 我見到的罪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有沒有人有 有想分享的 就是譬如你覺得難不難 譬如說 我處理某些罪很難 或者被人的罪影響 那有沒有人想分享 或者詢問 我認識了一位 這個弟兄 他很高學歷 甚至乎曾經是被 按下為牧師的 但是 我現在處理的方法 我簡直是阻止了他的 因為我很想幫他 發覺他 或者直接說我覺得他 我感覺他的問題就是他 自己有一個形容就是 他自己在那裡挖洞 那洞就越挖越深 我就告訴他 你不要挖 你再挖下去走 他是火湖來的 我這樣形容 但是他不理我 他不理 就是很多時候 包括我跟他聊天 就是他曾經有一個時期 他可以是令到我 是發了 就是他可以是很calm 很什麼 但是我可以令到我 就是好像發了 發了瘋狂的去罵他 那 而 我相信現在將近十年了 但是到現在 其實我很想很想幫他 但是我知道他沒有能力 那這時候我唯有 唯有選擇幫他 因為昨天都和他在 在一個查經班裡都相遇的 甚至乎我是用我自己第一身 然後就是問問題的 就是將他的問題 我不是說他 我只是將他的問題 當作是我的問題 而人家當眾發問 就由那個在那裡查經 解經那個那個 那個大查經那個 去回答我的問題 那就是我就等到自己聽 那這個就是我昨天 剛剛經歷完的一個 因為這個是前天 我是剛剛見完他 和他老婆的 就是那時候和他 是很close的 就是我真的 他曾經 我初初應該認識他 沒有多久了 我那個時候 什麼都不知道的時間 就是很大膽 他就說要和我去成立一個教會 那我說好啊 那這時候跟著我們就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時候就在一間餐館裡 就有兩圍桌 叫了一些親朋友 職友啊 就說叫他成立了一間教會 但是成立之後 發覺他是完全做不到事情的 那其實我是很想幫這個人 但是我現在是不知道怎麼幫他 甚至乎我現在選擇的方法 我是disconnect了他的 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幫他 那唯一唯有就是 就是選擇是避開他的 OK 先說到這個人很難幫 那其實很重要就是 他想不想脫離 就是說如果他想脫離 我是樂意和他聊天的 那如果我來說 我會怎樣和他聊呢 就是這個人 他真的想想 他不想就是沒有人能幫到他的 想有一個人 他是很大的問題 生命很多問題 那到底我們怎樣幫呢 那就是其實基本上就是 之前我有講過四點 四個動力 很簡單的 就是神很愛我們 還有神很有大能 他凡事都能 他能夠提升我們的生命 他能夠凡事祝福 有很多人他們犯罪而已 他不覺得神是 所有恩典的來領 他覺得呢 不要緊的我靠自己 就行了 我不用一定要依靠神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很多人覺得 犯罪不緊要 就是就算得罪神 都不是很緊要的 就是他不覺得是很緊要 那這個第一就是 他覺不覺得 就是深信 神是充滿愛和能力 第二點呢 就是 我們是很寶貴的 就是神令到我們變為很寶貴 那第三點呢 就是我們親近神遵從神 就是愛神 愛神是奉神 神就很喜歡神 神就會提升我們生命 神就會幫我們進入他的奇妙計劃 而第四呢 就是當我們繼續犯罪 繼續不親近神 不遵從神 不遵從神 不依奉神 我們生命就會破壞 破壞到 可以 什麼都沒有了 是全部 什麼都沒有了 是 就是體無懸夫的 因為魔鬼來偷竊殺害偉懷 就是有很多人有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我犯了罪 我求耶穌赦免就可以了 我求耶穌赦免 那耶穌赦免我就搞定了 他不明白一點就是 當他犯了罪的時候 就算他求耶穌赦免 譬如好像簡單 他罵了人 他求耶穌赦免 他跟那個人的關係會受影響的 他再繼續罵 他又求耶穌赦免 整天整天 那些人不再信任他的 或者他譬如破壞了家庭關係 那他破壞了之後 他求祈赦免 但是呢 他的家庭可能是 撒毀不能夠恢復的 那所以 當他明白 你的生命是寶貴 你想不想走回神的路 那如果他想走回的時候 我就可以逐步幫助他 如何從神得力 知道罪的破壞性 而當我們聽神說 遵從神 神是很歡喜的 一個人悔改天上為他歡喜的 那神也會提升我們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因為很多人看到聖經說的東西 就不覺得是很好的 就不覺得神的完美計劃很好的 但其實神的完美計劃是 我們人生是 真是最完美最完美的 就是我們整個生命會高度被神去提升 那他相不相信 神就是能夠將他的生命高度的提升 將最大的福氣賜給他 他想不想能夠進入這些恩典 他想的話 他開始親近神 多親近神 多處理生命 有的那麼多信仆 就賺了自己 我有進步了 那就是至於我繼續進步了 那他也有一個支持的系統 就是他 譬如他有沒有弟兄姊妹和他一起去支持他 那有些人呢 他是真的想找解決方法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有些人呢 只是想找人去 哄一下他 陪下他 他永遠都不想處理的 那他不想處理的時候 他是不能夠進步 但他想處理的話 我是願意 用時間幫助一些想處理生命的人 那我簡單回答你了 那我也會這樣說的 第一我們不要受他的影響 我們深信 就是人被罪性情控制 這件事是很真實的 真是人是 就算做過牧師都可以完全被破壞 就算牧師都一樣可以犯奸人 一樣可以偷窠他的錢 一樣可以做很多破壞性的事情 那就是我的心 我不會覺得很驚訝 那但是呢 我同時都被他知道 罪是有很大的破壞性 那他想不想處理 他想處理的時候 他都需要有行動的 那那那好了 但有些人他只是想霸佔人的時間 想別人關心他 但又不想行動的時候呢 那這個我們就選擇我們幫他多少了 那我自己就選擇不會鎖別人的 我不會封了別人的 除非那個人是不斷騷擾 而他不肯改變 他是騷擾別人 我才會鎖別人的 因為我覺得呢 我不想鎖別人的 就是有個人他只是想騷擾別人 那這個時候我就 就是我提過他 警告過他之後呢 我可以鎖別人 但是如果普通人 只是他很軟弱 我都不會鎖別人的 那我簡單回答了你 那你如果再想 就是這個人 就是他願意的話 我是願意去幫助他的 因為這個人 就是他所做的 其實他有些行為 例如他自己的收入 自己他都有很困難 但是他是可以去幫一些 他願意去幫一些無家行為 就是有一些他所做的 我自己做不到的 但是我有感覺 他是自己就不會搞自己 不搞自己 但是他自己 就是我覺得他 其實是不自量力這樣 而他做的是好東西來的 那這時候搞到其實最近 他是直接是告訴我們 哎呀我快要崩潰了 這樣 就是也是前天才去處理過他 而那個問題就是 他和他太太的問題 就是他的個案是非常複雜的 就是我 包括我昨天 和一個認識他更久的 就是我那個查經的老師 認識他更久的了 我幾乎2000年已經認識他 而我昨天就說過 上次他打電話來 告訴我 又要生 又要死 又要刀寫吉大腿 這時候搞到我另外一個大兄 要是駕駛差不多 將近九個字一個小時的車 去撲進去 然後進去他說他自己 是早上起床的時間 就要撲進去 拿李斯特留的時間 就要撲進去 總之他拿了一張滴露 又喝了滴露 但是幸好他把他扔出來 那天進去裡面幫過他 但是發覺他 他簡直是 就是我很想很想 覺得他很慘 覺得他很可憐 但是我老師聽完我講之後 他說這個人 他簡直就是 好啊他下次再跟你說 又要生 又要死 你告訴他 喂你不要找刀 我這一把刀很利的 就是他感覺到他這個人 這個老師因為他簡直是 根據查經 就是我老師他不是說 他甚至是 warn我 你不要再講這個人 就是我老師提我 叫我不要幫他 就是我老師不是說不幫人 其實我老師 我也是為什麼可以改變 就是因為我這個老師 他帶動我的 但是到現在 我是今天剛剛有這個 這樣的機會 我是去提出這個人 我剛剛發了一個Whatsapp給他 我說你想不想脫離你目前的警方 他還沒預約我 我用Whatsapp 但是就是我 就是這件事情 大家都為這個這樣的弟兄去祈禱了 因為他的名字我都不說 就知道大家在裡面 真人真事 OK OK 這個個案 我個別跟你談好嗎 因為 主要大約我們知道他的問題 他有時候 或是過分 做一些事情 似乎他管不了他的情緒 他似乎 不是說他是 因為牧師但是他犯罪 所以搞到自己很多問題 就是他 就是過度的去做一些事情 他沒有能力做到 那你是不是在溫哥華那位弟兄 喂 剛剛說 是沒錯 OK 那我個別跟你談 這個我們不需要在這裡 用太多時間去談他的情況 OK 那我們只是說 有時候有些人 他有不同的問題 那我們都求神給我們智慧去回應他 OK 還有沒有人有 就是譬如對於罪性情這件事 處理我們幫助人 那個人的罪性情 或者對方的罪性情的問題 有沒有些人 有問題想問的 還有沒有 OK 現在聽到 OK 我去那裡可能有些問題 我要把手機 現在聽不聽到 喂 聽不聽到 現在聽到 現在聽到 OK 都是斷斷一下 OK 那不行了 我在那裡聽不到 就是不能夠繼續 如果這樣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 就我們祈禱 還有沒有人回應 關於罪性情這方面有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幫人的時候 都是因為會接觸到人 他的罪性情的 我們都會惹起我們的罪性情 這次就先說 當他幫他的時候 幫到他自己都會惹起 如果我們幫人幫到惹起 是有問題的 變成我們自己都在罪裏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需要去處理的 以致我們 我們不去背負責 不去背別人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的問題 他沒有去量度 就是如果我聽你這樣說 這個弟兄沒有計算到他的能力 他去做一些超乎能力的事情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 就是有時候人要自己知道 我做到什麼 我做不到什麼 而他是超越了他的能力的時候 這個是管理生命的問題 就是他怎樣管理他的生命 讓他的生命不會去到崩潰 就是我們事奉是不應該去到崩潰的 譬如有一個人事奉 天天夜夜做到自己都殘了 那這個不是神想我們做到這樣的 神都想我們有安息的時候 有安靜的時候 就是我們需要留意分辨我們的生命 到底我們生命裡面 有沒有什麼地方被魔鬼留地步呢 是不是我們有些地方是 就是處理得不好 以致是越來越破壞呢 OK 我們一起討告一下 我們都分辨一下我們自己的生命 我們生命裡面有沒有些地方 被魔鬼留地步 被墜留地步 以致我們的生命是拆毀的 做不到神想我們做的事情 如果我們事奉的時候 搞到自己真的很煩惱 很不開心 那是有些問題的 是需要處理以致我們能夠 起落地事奉 就是我們幫到人是一個福氣來的 是一個恩典來的 就是我們不應該幫別人幫到我們自己很煩 很煩 就是不能夠背著別人的問題 OK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你可以方便的話 你可以站起來放鬆個人 留意到聖靈的臨在的能力 可能會有搖動 可能會覺得平安輕散 你就越來越進入神的同在裡面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天父愛我們 神時時和我們一起 神關心我們的 神體重我們的 多謝天父 雖然我們軟弱 雖然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聚性情 但是神不會放棄我們的 你會看重我們每一個生命 我們每一個生命都可以被神大大的提升 主耶穌幫助我們 放下我們的罪 求主赦免 亦都叫我們憎恨罪 知道罪的破壞性 我們就來到神面前 主啊我需要你 耶穌我需要你 我感謝你 我多謝你 有神萬事祝 神能夠祝福我們整個生命 能夠提升我整個生命 我信靠耶穌 親近耶穌 我可以進入神完美的計劃 求主幫助我們 處理我們自己的罪性情 不要被罪性情影響 不要被自己的怒氣 激氣怒躁 我們的情慾 我們的貪心 我們的驕傲 自大 這些影響我們 而是我們時時活在神的喜樂 平安裡面 輕輕鬆鬆 充滿喜樂 去侍奉神 有深信我們所做的神喜悦的 時事都說 我現在侍奉神 神很歡喜 神很欣賞我的 不是我們完美的 而是說 神是欣賞我們任何真心的侍奉 任何真心愛人 愛神 關心人 建立人的靈命 神都是一定很歡喜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活在喜樂之中 活在神的喜樂之中 神會照顧一切 所以我們可以平安喜樂 同時我們留意我們生命中 有些什麼地方是做得不對的 我們可能管理情緒不好的 我們有些什麼地方 懵憎怒怒怒 控制人的 求主耶穌射滅我們 幫助我們脫離這些罪惡 脫離這些捆綁 叫我們平安輕省隊去服侍你 多謝天父 求主的聖靈臨在我們身上 加力給我們 耶穌你真好啊 主耶穌你真好啊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我救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眼神見 耳神聽 清楚在聖經記明 主耶穌我救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我救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眼神見 耳神聽 清楚在聖經記明 主耶穌我救主真奇妙 主耶穌幫助我們活在你的愛中 平安輕省 輕輕鬆鬆 我的心平安靜 好將斷過你的世子 再託無親的懷仲 我的心平安靜 好安靜 主耶穌我們可以平穩安靜 在神裡面輕輕鬆鬆 我們靠著耶穌處理我們的罪 處理我們的問題 我們可以開心快活去侍奉神 不用活在壓力之下 我們可以處理我們任何的罪 我們的罪性情我們都可以處理 讓我們不要被罪性情控制 我們每個人都必定有罪性情 但是我們不需要被罪性情繼續控制我們 當罪性人來發作的時候 我們立刻靠耶穌處理 立刻親近神 我選擇聽神話 我選擇感激神 心裡就平安喜樂了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感謝耶穌的大恩大愛 感謝耶穌的大恩 感謝主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阿門 感謝主 為什麼我會用這麼多時間去講到 我們生命的問題才講到怎麼樣適奉呢? 因為我真的見過有很多人 他是幫人 不過幫人呢 就令到有些人 甚至很有壓力 不覺得 耶穌的騙是容易 耶穌的淡子是輕散的 是令到那些人呢 是失去喜樂的 失去力量的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就是 用神的方法去侍奉 讓我們的侍奉 不是加憎人的壓力 是令到人 歡歡喜喜 去侍奉神 去跟從神 感謝耶穌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耶穌是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神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我們有一個輕散的心 去侍奉神 神就喜悅了 所以我們一定是 處理我們整個生命各方面的問題 不給人影響 也不給自己的罪聖情影響 讓我們有一個平安喜樂的心 心信神很喜悅 我們真心做的事 但是同時我們都審查 我們裡面有沒有做得不好 比如有些人他侍奉很大壓力的 他加憎人很大壓力的 他很多時候會容易發脾氣的 他會傷害周圍的人的 那這種侍奉也是有問題的 我不是說你任何方式侍奉 都是一定神喜悅的 當一個人 他令到別人很辛苦的 令到別人是 沒有心去侍奉的 那這個不是神喜歡的侍奉 所以我們需要處理我們的內心 中文字幕正確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